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记者会 今天的记者会会向大家 就是汇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个案的最新情况 也都会简介医管局加强监测新型冠状病毒的计划 在台上的就是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医生 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健医生 卫生处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坤医生 首先请卓医生 好 各位传媒朋友 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对于公共卫生有重要性的新型传染病 预备和应变计划2020年 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应变措施 其实包括以下主要的范畴 监测 检查和控制措施 以及实验室的支援等等 目前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的监测和化验测试 其实有两个主要的途径 第一个就是卫生署在1月上旬 就刊登了现报修订预防和控制疾病条例 第599章就将严重伸延传染性病原体 呼吸系统病 纳入为法定需要情报的传染疾病 符合情报准则的病人 就会在公立医院进行病毒测试和治疗的 第二 医管局在1月中也都开始实施加强化验室监测计划 这个是在为一些卫生署情报准则以外 就是刚才说的系列以外 但是符合其他有关准则的住院肺炎病人 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测试 在1月中到现在 其实这个局都是分阶段 将这个计划去覆盖更加多类别的肺炎病人 从数据来看 从2月1日到现在的统计显示 医管局在加强化验室监测计划下面 广众监测的病人的数目 有大概是9400个 已经监测了9400个病人 当中是有20个 结果是一个确诊的个案 换句话说 即是现在本港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个案 大约三分之一 是透过加强实验室化验找出来的 最近我们留意到一些有关这个病 特别是一些病征加为轻微的个案 那些病人曾经在不同的地方求诊 然后最后在公立医院那里就确诊的 因应最新的情况 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核下的 新发现及动物传染病科学委员会 和感染控制科学委员会 在昨天检视了香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最新情况和防控策略之后 也都建议将这个加强监测的机制 由住院病人扩阔至门诊病人 然后建议此为进一步加强香港现在的防控策略 政府决定会加强对病毒的监测 医管局就在明天开始扩阔加强化验室监测计划 涵确的范围去到普通科门诊和急诊室的病人 我们相信这个措施是会比我们更加了解 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病学的资料 也都可以帮助到早发现早诊治这个目标 现在医管局刘医生就会帮我们介绍一下 在普通科门诊和急诊室这个化验安排的细节 各位好 为了应付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 医管局在过去一段时间 其实都多次扩阔了化验室监测的计划 其实目的就是希望尽早识别到更多的个案 其实目前加强化验室计划 已经涵盖了所有住院有肺炎的病人 我们其实每日平均都是做700至800个快速的测试 刚才都说了 其实我们是有20个病人是经过这个加强实验室的监察计划 找到出来的 当中占了确诊的大约是三分之一 有监于最近社区出现的个案增多 并且症状是比较轻微的 类似一般上呼吸道的感染 而在初期的时候又没有肺炎的情况 可能多次求诊 并去到病情恶化的时候才能够确诊 卫生防护中心和医管局在审慎考虑 目前公立医院隔离设施的承受能力 决定在未来一个星期 试行进一步扩阔有关监察计划 涵盖社区上病徵相对轻微的病人 为了配合香港政府目前的围堵防疫政策 有关的措施 希望可以再早一步识别我们的患者 尽量减低患者可能在社区传播病毒的风险 有关的数据也有助我们评估社区中 病况轻微的隐性患者的比例 协助我们制定未来应对疫情发展的方向和策略 从明天开始 在急症室和普通科门诊 求诊18岁以上 发烧和有呼吸道病症 又或者有肺炎的病人 如果临床的诊断是不需要入院的话 急症室或者门诊就会提供一些样本评给他 给病人拿回家 在翌日起床的时候 就自行去采取心脱液的样本 并将样本交回急症室或者门诊诊所 进行新型冠状病毒的测试 病人是不需要留在医院等待测试的结果的 医管局会将病人的样本送去卫生署进行化验 病人交回样本之后 大约需要两三个工作天 就能够完成 运送样本 以及进行新型冠状病毒的测试 第二 假如测试的结果是呈阴性的话 我们会以电话短讯的形式通知病人 如果是阳性的话 医生防卫中心就会以电话联络病人 并安排病人入院接受隔离的治疗 我们会在一个星期之后 检讨计划的流程和成效 会考虑是否需要作出调整 多谢 那请一下张医生 今天我们有一宗的确诊个案 就牵涉一个32岁的女士 她是家庭用工来的 这个是第61宗个案 其实她很早在2月2日 就开始有咳嗽和发烧 那自己就吃了些药 没有看医生 就觉得自己已经痊愈了 那她是和52宗个案是有关的 那当52宗个案确诊那天 2月13日 那我们问到她 其实之前是有点不舒服的 但是自己就觉得痊愈了 但是都安排了去入医院 就去做一个检查的 那她进了医院之后 就应该是一开始1月14日的凌晨 就已经进了医院了 那当时她就做了一个快速测试 就是阴性的 但是她照的胸肺片 就有阴影的 所以就在2月15日 那医生就安排了去照一个CT 就是电脑素描 都是发现肺部是有问题的 所以在昨天再重新帮她 拿了一个上呼吸道羊本化验 那结果今天是确诊是一个个案的 那我知道她一直都是稳定 和可能都不是觉得自己很大问题 那她就是1月26日 就是没有去到那个晚宴的 那我们相信都是在家居 在家居传播的 那关于是之前我们说的个案 是57宗和59宗的个案 可能大家都会有点兴趣 那我们再问回呢 在2月6日在医管局大楼开会的时候 就应该一共有15个人 就包括57和59个案 那由11点半到1点钟 那其中呢 我们现在问回其他13个人 其中有一位就有点不舒服的 在2月6日开始有点咳 跟着15日有点喉咙痛 那我去了威尔斯医院 就是正在做两检测试的 那在2月7日那个会呢 就只是57宗个案开的 那那个会就应该是很短的 那八个人这样 那其中有一个人呢 都是一个曾经开会的人士 就应该是医管局的同事 那他就有点不舒服 有点喉咙痛的那几天 但是我们昨晚都送了他去玛丽医院 那他现在的测试都是阴性的 暂时是这么多 OK 在过去那24小时 医管局就一共向卫生署 情报了29宗的华尔个案 就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的 61宗个案里面 其中一位就不幸离世 有两位是已经出院 其他58位呢 仍然是留院的 当中他们现在在10间医院里面 接受治疗 在这58位里面 有5位呢 情况仍然是危残的 跟昨天一样 包括第7位 24位 26位 38位 和55位的确诊病人 另外有3位病人 情况是严重 新一位病人 新一位病人 情况转位严重 就是第58位的病人 他昨天开始 他入院的时候 其实肺炎也很严重 昨天晚上气喘多了 就进了深切治疗部 暂时需要一些高氧的治疗 未需要呼吸器的帮助 另外有49位是情况稳定的 在这49位里面 暂时我们知道 今天就有2位病人 是可能出院的 包括就是第6位 和第14位的确诊病人 第6位的确诊病人 其实他入院之后 情况都非常稳定 其实他没有需要 用抗病毒的治疗 当他做过电脑掃描 也看到很多很好的 另外第14位病人 入院之后 就用了2个抗病毒的治疗 也看到肺部的X缸 也一直在进展 这2位病人 如果今天出院的话 就会安排2个星期之后 去我们门诊覆诊 在门诊的时候 我们会继续帮他们监测 他们的肺部 照肺部的X缸 亦都会安排肺部功能的一个测试 直到今天 其实我们11个医护人员 因为照顾确诊新型病毒 而列为密切接触者 进行检疫观察的同事 都全部已经出来了 直到今天的中午12点 我们暂时开了937张的负压病床 使用率大约是32% 而负压病房 我们开了481间 使用率大约是50% 我会不会这样 好 现在是提问时间 请大家提问之前 先讲自己代表的机构 明报 你好明报 想问几条问题 第一个想问 enhanced surveillance 是否所有发烧的病人 加入呼吸道病症 无论是哪个门诊 A&E看 其实你们都会发验 预计这里每天有多少病人 你们现在有多少试试器 够不够呢 还有现在买回来 有没有问题 觉得能否应付到呢 还有为什么会选择 让他们不是在留院的时候 就像其他enhanced surveillance 去等个检验 但就让他们回家 当中会不会有一个危机 在里面 第二就是想问 那个阴性 那个假阴性的问题 就想问一下 你们估计为什么 那个外容 他就一开始的时候是阴性 然后之后隔了 大约三天左右才变阳性 他一开始是 其实是 是不是有点点 叫做 不是明显的阴性 还是怎么 可以说清楚一点 还有你们取样有没有分别 就是会不会一个是痰 或者一些是口水样本 还是怎样 可以说多一点 还有这个会不会反映 你们测试的灵敏度 其实很低呢 会不会需要去改善 那个测试的灵敏度 还有我想问一下 他的国籍是什么 第三条问题 就是想问一下 这个外容 他在潜伏期或者病发之后 有没有跟其他外容聚集 如果有是多少 还有这些外容是否需要隔离呢 谢谢 其实一般的呼吸度感染的病人 其实病情如果轻微的话 其实一向都是不需要入院接受治疗的 因为医院主要是要接收一些病情比较严重的病人 是不需要额外增加病情 轻微病人入院的风险 正如一般呼吸度感染的病人 其实他们去到我们的门诊 现在是一样的 我们是会帮他们探热 其实在门诊或者在急症室 都有一些发烧的地区是给他们安排的 我们帮他们探热之后就会见医生 接着做个诊断 如果是现在的话 我们是没有一个测试给他们的 但是由明天开始 如果在急症室或者在普通科门诊 我们会有一个测试给他们 这个测试的好处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可以早点知道 这个病人是否有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减低它在社区 继续传染给其他病人的风险 至于我们现在大约 每天是有三千多个急症室的病人 接近一万个普通科门诊的病人 那这个用量 其实我们都是一直在评估的 我们暂时知道 我们送去卫生署的做法 就是大约一个星期可以做到五六千个 正如刚才说 其实一个星期之后 我们会全面看回 实行了之后 那个用量 那个成效 看看我们有没有需要做一些调整的 暂时我们未有这个数字 不过我们一定是每天这样监察住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每天有多少病人 来我们医管局那里看 但是我们每天监察住 在这个计划之下 我们有多少病人 需要做这个测试 那我们的测试数量 其实都很多 他们送去卫生署都有五六千个 一个星期可以做到 所以一个星期之后 我们会看回整个成效是怎样 所以我们看看需不需要有些调整 或者有些更好的方法 其实我们是送去卫生署那里做的 他们那个 他们现在给到我们的责值 一个星期可以做到五六千个 好 请张医生 是 我们卫生署那个测试 就不是买的 是自己的 用一些原料自己研发的 那个是非籍容工 那他发病后 就在2月9日 就曾经去这个大会堂 那个外面那里 一个外面 就是一个露天的地方 就和十多个朋友 就一起坐了一个小时左右 那大家就戴着口罩 就没有吃东西 没有其他东西的 我们就联络着他的朋友 看看有没有什么病症 或者 那据我所知 因为他比较早发病 2月2日就开始不舒服 那去到2月14日 我们隔离他入院的时候 其实他验了是阴性 但是临床的医生 都是很有高度的警觉 有帮他照过胸肺片 那见到胸肺片是有些花 所以他们都会有怀疑 那这些就不会被他出院 那所以就再和他照一个CT 那这些都是因为 就是要看看病情有没有说 就是会不会 验了可能验不到呢 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有时候都可能说 因为抽的时候 或者是测试本身 或者本身他的病毒 本身可能已经很少 未必会双得到 都不出奇 那所以就要翻验了 那所以才可以确授这个港案 下一条 一样的都是上呼吸部的抽取的液 加上后部的 两次都是一样的 下一条 谢谢 你好 香港电台 想问回关于钻石公主号 上面那些香港人 他们回到来香港之后 这边香港会有个检疫的程序 是如何处理呢 这么大批的人 还有如果他们去 暂时现在就说 他们去火炭进阳村那里 有没有评估过 进阳村做检疫中心 去接收 钻石公主号的香港人 那个风险会不会大了很多呢 因为钻石公主号的 确诊个案比较多了 那另外也想问回HA 就是这批 钻石公主号回来的香港人 如果有一部分的 确诊个案 医管局有没有一些方案去 应对呢 如果数量比较多 有没有够不够防疫设施 隔离病床 具体的安排 或者他们要去 会不会集中去某一间医院 有没有一些安排呢 另外第三就是 都想问回 有关 就是我们收过一个Case 就是说 他自称是一个 确诊个案的 紧密接触者来的 他说打过去 卫生署确认了 就说他是紧密接触者 但是呢 处方就叫他 留在家居隔离就可以了 就不用进入一个检疫中心 就是想问这个做法 是不是一贯的做法来的呢 你们有什么回应 谢谢 好 谢谢 或者我回答回 鑽石公主红的问题 首先呢 我们要强调呢 我们处理所有这家 暂时还在船上 或者在日本境内 这一群的香港人呢 我们非常之关心他们 也都很严重的态度 安排整个流程 那大家都知道呢 其实日本当局 它是为了船上每一位的人士 都做那个测试 那也都是呢 当我们要接那些香港人 他们回来的时候 一定要是已经完成测试 和测试是任性 才可以离开 和上我们安排的飞机回来啦 那另外就是 当他们上机之前 臨上机之前 为生存的同事 在当地去了那里 都会做一个程序呢 再做一些的检测 就是包括温度 和一些医学的问题 看看他们有没有一些象征 如果有任何的 比如发烧 或者有医学象征呢 他们都是不可以上飞机的 那就是说 可以上飞机这一班的香港人呢 他已经第一 是由管当局安排的 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的测试是阴性 第二就是 臨上机之前 再做多一次身体的检查 包括体温 和其他象征的问卷 他都是没有东西 才能上飞机那里 那当然 回来之后呢 我们根据政府 在就着这个疫情 那四位的专家给的意见 就是基于 因为这个船 在上面都这么多 各层个案 那他们始终 我们不是完全了解 他们的接触史 或者他们 在船上那些的所有安排 所以都是有一定的风险 就是说 他们可能有机会 接触到病毒 那为了公众安全起见 就建议他们回来 都可以接受 那14天的检疫 那所以就 我们不可以 说这一批人士 是零势高风险 我们以前 一向放在 建议中心的人士 那个原则 和这一批人 完全一样 第一他们不是 确诊个案 也都不是怀疑个案 应该是一些 有接触历史的人 所以这一批的香港人 他在船上 这么长时间 和我们不太清楚 他在船上 所有当局安排的 所谓的流程 或者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有没有分得很清楚 那个大前提下 觉得是适宜了 一个检疫的安排 那我先介绍到这里 请刘医生 刚才都有提过 其实现在全部在 检疫中心的病人 当他们需要去到 我们医管局 就诊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联系 这次有多的病人 就是多的香港居民 去了检疫中心 在这个粉岭 那我们今早 都有重大事故中心 都有谈过这个问题 重大事故中心 是会紧密地 和这个 卫生防御中心 一直有联络的 当他有病人 需要离开检疫中心 去我们医管局的急诊室 或者任何的设施 接受治疗的时候 我们是会做一个 分流的安排的 就是说我们是知道 不应该去所有病人 去到同一个急诊室 令到马丘的急诊室 他的工作量太多 影响他的服务 我们是会收到不同的资料之后 作出适当的安排 令到我们所有的病人 去到每一急诊室 应该是得到 好一点的服务 关于接触者那里 我不知道你说的 那位是哪一位 一般来说 就是如果这样的接触者 如果我们找到他的话 就会看看他和那个病者 或者是他接触病原的时候 那个日子是什么时候 例如1号 他在2号到15号之间 就需要去隔离 但是有时候 我们找到他的时候 可能有机会是16号 17号 因为我们会做两个潜伏期 第一个潜伏期 就希望他在隔离营 就是做这个检疫 第二个潜伏期 就其实已经是稳定的 就是我们一共做28天 那由第15天去到第28天 我们就希望他继续戴着口罩 自己注意自己的健康 那这个就纯粹是一个稳定的 好 下一条 第三行 那位女士 你好 立场新闻的 首先想问一下 关于鑽石公主号那边 就是如果船上的香港人 其实有人不肯跟政府包机回香港的话 他们其实现在是否可以自行回香港呢 还是可能要在日本隔离完之后再回来 就是政府会不会有个安排呢 还有现在你们掌握到的数字 会不会其实纯粹是有人不肯 就是不肯跟包机回香港 而是想自行回来 那另外就是想问那个晋阳村 那今早特首就说是唯一选择 那我们想知道就是 那其实现在其他 你们说四个检疫中心都把握 那有没有实体的数字可以说一下 究竟现在的检疫中心的入住率 或者使用量是怎样呢 那另外就是想问 关于强制检疫令的 那其实现在有几多的人 是在内地翻译进来 检疫中心 而当中有几多 其实是在非本港的居民 另外就是现在有几多的密切接触者 是因为检疫中心不够 而要留在家裡 自我隔离14天的 那还有最后想问张医生 就是刚才你提到 他那个人如果自己是 就是自行测试之后 他第一次是阴性 那你之后要翻译 那我想知道 其实在什么情况之下 你是觉得那个人需要翻译呢 而他要翻译的时候 他是在家里自己再压 还是他是要入医院的压 谢谢 谢谢 那关于转石公主浩的安排 我也理解在上面那些香港市民 他可能有不同的想法 对我们政府的安排 那跟那个检疫的需要角度 刚才我解释得很清楚 就是如果他们跟回 这一批一切地回来 他们是会立刻进行那个检疫的安排 那如果有一些人士 而他觉得那边的程序完成了 他决定不是跟着这一批机回来 那很多细节呢 我们现在还没掌握到 你说有多少人呢 我们还没清楚 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 总之他如果在后来一点的时间 召回来入境香港的时候 我们一定有方法是找到他 以及要继续回那个检疫的安排 那第二就是那些现存的四间的检疫中心呢 他们可以提供150个的房间 可以这么说 那那个容量呢 其实现在都接近到九成或者以上的了 那当然每天有出有入 那条数有少少上落的 但是都是绝对是不够一些空间 去容纳了在鑽石公司可能回来的 三百多位香港人 所以就一定有一个迫切性 为什么要使用杜洋村去做这个检疫的功能呢 那以我所知 一些密切接触者 就已经是全部在这个检疫中心 接受检疫 是没有一位 是我们卫生署决定了密切接触者 是在家里暂时做这个检疫的工作的 麻烦 请一下张医生 我们当时之前是有一位 是曾经试过家居隔离的 就是在青衣浩径湾 就是因为家人是 就是那个是一个特别的个案 其他人都是在隔离检疫中心的 一般来讲呢 我知道医管局或者待会刘医生可以补充 就是如果是一些怀疑个案 那他进了院之后 如果他一切 就是他验了阴性 他所有东西都正常 又肺又没有东西 那一般就没有需要翻炼的 但是如果他虽然验了阴性 但是他有一些病情是解释不到的 就是例如他还是很烧啊 他可能肺又有花啊 或者情况越来越差 那医生就会看临床的决定 看看是否需要翻炼 那我想讲回这个61个个案 他是进了院之后 他是没有出到院的 他一直都是医生观察着 看着他的病情 有需要的情况下 就帮他翻炼 和照了这个CT 没报错 好 下一位 请第二行 那位女士 嗨, I'm from RTHK 所以, I would like to ask about the 60 the new case the foreign maid she was tested negative the first time before she was tested again to be positive does this show the accuracy of the test is not ideal or why would that be the case and the second question is about the enhanced surveillance you said that the patients can go home while the results before the results are out is this a risk to the community and the second the last question is about the cruise the diamond princess so do you have enough facilities to cope if there turns out to be a certain or a large amount of suspected or confirmed cases for the virus thank you concerning the foreign maid the first test is negative it may be related to the viral load because when the first specimen was taken it's quite some time after the patient's onset but it also may be due to the specimen taking sometimes the specimen may not pick up when you take the specimen you may not pick up the right amount of virus and also related to the test so it is known that sometimes it can be test negative because of various factors that's why the clinician is very alert and will retest if the patient's condition deteriorates or there is something that the clinician cannot explain yes this is the aim of our enhanced surveillance is the early detection of the coronavirus infection patient because when the patient came to our operation department or in the ANG department or in the ANG department we can order the test for the patient who have fever or upper respiratory symptoms or mild chest infection in the past this patient will go home without a test and then the patient will see the other doctors and again and again before the patient can be diagnosed to have the coronavirus pneumonia or coronavirus infection the aim of this enhanced laboratory surveillance is to detect the patient earlier to have earlier detection earlier isolation and earlier treatment because we want the patient to have to be less chance to transmit the virus to the public so we want to have improved surveillance because the patient no matter if you want it or not is going around now so we can have early detection and we can have better isolation to prevent the virus to spread in the community and your question again so we have 300 Hong Kong passengers coming back I think earlier on Thursday so what if that turns out to be a large number of cases that are suspected or confirmed can the DH cope with this amount of number of patients thank you okay so let me answer this question first of all when preparing for the evacuation of these 300-odd Hong Kong citizens from Japan to back to Hong Kong we have very stringent steps before transferring back to Hong Kong first of all they all have to go through the test arranged by the Japanese authority to make sure it's done and it's negative that's the first safeguard and the second safeguard is before they brought the plane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colleagues will do another health check before they brought the plane so they will check the temperature and also to ask for any symptoms if they had any of these issues like fever or symptoms they would not be allowed to board the plane so that means for those who can board the plane and coming back to Hong Kong in the next few days they are negative for the initial test by the Japanese authority and they have passed the health check before they board so I think it's reasonable to assume that they have certain assessment before they come back to Hong Kong so that can already lower the risk itself and of course just in case some of them will become symptomatic or become confirmed cases I'm sure the government and also hospital authority will make our best effort to give them the prope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下一条 信報 你好 信報 第一個問題就是 關於新的加強監測 想問我會不會都將這個監測 提供給私家醫生去使用 即是如果他們都遇到這些病人的話 會不會都幫私家醫生去做這件事 又或者可以被私家醫生轉介 去G.O.P.C去做這個加強的測試 然後第二個問題就是 其實現在有一些強制檢疫的人士 即是內地入境那些應該是在酒店的 但是這麼多日以來 其實政府都沒有公開過那些酒店的名單 也都之前有人違反檢疫令 之後他們去過那裡的行蹤 其實都沒有公開 想問一下其實徐醫生 這些資料是否政府覺得是不需要公開 然後第三 其實今天中大有學者說過 其實現在政府所有的資訊 即市民是很不相信的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大家覺得你們透明度低 那麼想問一下現在盡陽川的爭拗那裡 其實政府在事前的講解和諮詢 你們覺得自己有沒有責任呢 還有都想張醫生可不可以說 今天有沒有初步陽性 或者初步確診的個案 麻煩你 或者張醫生先說 初步陽性就有一個聯合醫院的 他就要等回我們的衛生署的確診 他就是一個五十八歲的男士 他就是住香港的 住在觀塘康寧道金橋華夏 那他是住一些民 做一些 即他家人 太太和女兒就是在中山住的 那他就是 他就是在2月11日就開始發燒 發冷發熱 然後2月15日就開始有些咳 他在2月11日和13日都分別看過私家醫生 然後在2月17日就進去了聯合醫院的急症室 就進去了醫院 那他曾經是1月23日到2月2日 就去過中山去探過女兒和太太 然後就在2月5日就曾經去過澳門 就是即日來返因為工作的原因 那他平時因為住在觀塘 他上班的地方都是很近的走過去 是的 那我們暫時都是在跟著這個個案 因為剛剛初步的 有些陽性的結果 好的 那或者我回答一下其他問題 那首先呢關於那個醫院局現在 就是政府想再進一步推展這個監測系統 去加強防控這個策略呢 其實我想有一個很大的原則 就是說我們將在院內病人做那個加強實驗室 在這個初初的階段呢 我們是情報了個個案 或者院內那些透過院內的肺炎個案 如果有些醫生有懷疑的話 覺得需要做一個加強的實驗室 我們在觀察就會送一些藥盤去做 那就是說呢 這一分鐘下這一天 是沒有一些在門診 或者急症室的人士可以做這件事 也都基於我們觀察近期的一些個案 我們看到有些人 現在確診的人呢 他之前曾經去過不同的長日體醫生的 可能是私家醫生 可能是門診 可能是急症室 甚至可能是中醫 我們都知道在這些春季冬季交接的時間 是會容易有一些雙方的感冒 那種很輕微的上呼吸感染的象徵 那這些人士 如果他們沒有這些 或者優化的進一步的化驗室的監察 他們會怎樣呢 就在家裡 或者繼續吃一些平時醫生開的藥 那現在我們提早 或者多一個窗口 多一個平台 就是讓那些病人可以在這些場地 即是無論是急症室 或者是悶診接受這個測試 其實早了知道這些人 原來他可能是一個患者 所以其實倒過來來說 從公共衛生角度 是增加了保護性的 那另外就是關於那個 印醫的建築物會公開 在那個新的2月8號實行 那個強制檢驗計劃裡面 第一個我想強調就是 這些人士的風險程度是相對低的 即我們不可以跟他說 譬如在疫情比較嚴重的地方回來 譬如說湖北啊 或者是武漢啊 或者他真的有接觸過 一些患病的人士啊 或者他去過內地的醫院那些 我們不可以跟那些商題並論 我們所有是一個很普及的 對著很大量的人口做的公共的政策 一定有個層次 有些從風險圍本的角度去推不同的政策 所以加了這個2月8號以後 產生的這個所謂強制的 影響呢 是多了一層保護 將一些相對 就是跟剛才說的那些很清楚的 高風險的米別呢 再加多一層保護 所以那個人數是會多的 還有那個監察的那個程度呢 都會按著它的風險程度去做調整 或者是適當的配合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沒有決定要公開那些地方的地址了 那說回楊村 那我想在很多場合 政府都解釋在呢 目前我們用的那四間的檢疫中心呢 那個它的容量有限制 還有它的使用率已經是很高 到八成、九成這樣 那如果我們現在要準備 正正好像這一班準備 可能回到香港的一些需要檢疫的人士 是突然間發生 是有些甚至是不可以如知 去大量需要的話呢 我們很需要 立即有一些地方 有一些單位 是適合給人在那裡住14天 接受這個影響監察的呢 所以就要 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一方面是準備在一些 一些延傳的用緊的地方 是不是還可以加一些 用一些 就是組件形式做一些臨時的單位呢 其實那些是已經在想著 有一些的構思 也都是進行當中 但是那些是需要時間的 在今個月之內 可能都不會起得好 那所以當有需要 有一些人 或者大量的人 他要用一個 檢疫的地方的時候 我們覺得就真的要用一個 進陽村這一種的設施 才可以處理到 那當然在這麼急的時間性下呢 那個溝通可能未必來得很遲 但是就著進陽村呢 其實政府已經和周邊的居民的代表 和區議會都已經反覆見了臉 都解釋了他們主要的擔憂 包括那些傳染性的問題 那這個其實大家都聽了很多次 這個病毒都是靠這個飛沫傳播 和接觸傳播等等 那這個屋苑其實相對 是和其他附近的民居是遠的 因為他依山而見 而且附近不是很多很密集 或者很高層的大口密集單位 那種的居住的環境 就不是那種 第二 很多議員或者當地的居民 他都擔心 那是不是那個安全的措施 做得夠啊 出入有沒有很好的管制啊 這裡我們都給他們知道 所有的檢疫中心 包括這個進陽村 都有24小時的醫護人員當席 和這個執法人員在當席 所有在裡面接受檢疫的人 他們是不可以自由出入 進去的時候 和出來的時候 都有專車接送 有專人去看著他們整個過程 所以是確保到那個安全性的 剛才問私家醫生會 是確保到那個檢疫 我相信這個可能是下一步 剛才劉醫生解釋到 他們初步都要在短時間內 再評估一下 他們觀察到那個效果是怎樣 我相信遲些我們再考慮一下 好 下一條第三項 各位女士 你好 想問回 其實剛才聽到張君醫生 也有女兒說過 可不可以再說得清楚些 其實關於愛蓉的案件 其實一個假陰性的情況 究竟是什麼情況下才會發生 這是一個個別的案件 是特別的存在 還是其實可能 有很多情況下 都會發生假陰性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是否增加了那個檢疫的難度 還有 會不會更加容易 令到可能以為一個沒事的病人 又放回社區 更加令到社區的風險增加 然後第二 就是想問回 我看到擴大了那個檢疫安排 就是會要求或者自己拿回家去化驗 就是用痰去做化驗 那想問一下 其實跟平時的化驗有沒有不同呢 還有它的成效又差多遠呢 第三 就是想問回 關於晉陽村那裡 其實剛才記者朋友都有問到 就是現在那個情況 市民似乎反對聲音仍然很大 政府又說沒有後備方案的時候 其實如果最後晉陽村 市民仍然是不願意的話 其實政府打算怎麼做呢 還有整件事上面 政府覺得自己有沒有責任 請張醫生 好 我不是微生物專家 可能我也未必解釋得很清楚 假陰性那樣東西 我知道就是你拿一個版 他是不是真的會拿到 是陽性的一個病人 都會看他發病的時間 第幾天開始拿 因為有時候可能是不同時間 就是可能他發病初期多些 或者發病晚期多些 你看一下什麼時間拿那個版 拿的時候是不是拿到 拿正 還有那個本身的化驗本身 是不是足夠敏感到 我知道這個化驗本身 就應該是很敏感的 但是前面那兩樣東西 都會影響 究竟你是不是真的 發驗到是陽性還是陰性 但是如果一個病人 他沒有事沒有幹的 他如果驗了是陰性 他肺又是清的 所有東西都一切正常 又沒有發燒的 一般來說 他就是一個個案的機會 就很小 所以就放出去社會 就基本上是安全的 但是如果那個病人 好像這位外傭 他本身的肺是有陰影的 那醫生都會擔憂 他就算不是這個病 可能有其他傳染病 或者其他病 他是需要醫治的 所以他就會作出一個 臨床的診斷 然後覺得 他是不是需要再翻驗 還是會驗一下其他東西 然後看看 究竟他的病情是怎樣 梁醫生 我講講那個 收集樣本的情況 其實我們這次是採取 一個叫做 心喉唾液的樣本 那是甚麼來的呢 其實就是 我們希望病人回到家之後 在第二天 起床的時候 不要拆牙 不要吃東西 不要拆口 馬上 將喉嚨的所有的口水 痰 套在口裡 然後套在我們 給他一個樣本瓶那裡 接著就放進兩個 兩個 袋子 拿回去我們 門診 或者是 急診室那裡 那為甚麼要用 這個深層的 唾液的樣本呢 就是 其實2018年 香港大學 袁國勇教授 都做了一個研究 當時他就是 做一些病毒 就是一些 呼吸度感應的病毒 用深層唾液的研究 見到的準確性 和敏感度都很高 其實今年 最近 也有一個 文獻 都刊登在香港 做過類似這樣的研究 有12個樣本裏面 有11個 找到 我們的新型冠狀病毒 我們覺得這個方法 第一 我們有文獻 都見到是有用的 第二 就是方便 病人是不需要 做一些很 創傷性的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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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的方法 只是需要回到家 第二天 起床 套到口水出來 就可以給我們 做一個 新型冠狀病毒的測試 現在我們其實 在醫院 通常都是用一些 抽痰 或者抽取 分泌物的方法 對於病人的傷害 是會多些的 還有 需要的人 以及環境 完全是不同的 但如果回到家 這個方法 絕對是方便一些 還有 更容易做些 剛才還有一個問題 關於那個 檢疫的中心 譬如洋邨 這個的使用 我想又再 強調一點 所有 檢疫中心的 設備 或者這個制度 其實保障 每一位香港 市民 因為如果我們 沒有做檢疫中心 沒有做觀察 就不能夠很緊密地 看著這些密切接觸者 他們會不會 結果都成為一個患者 剛才說過的流程 為什麼我們說 那些密切接觸者 他進去的營 還有出來 都有專車接送 還有那個建築物 都有一定的保安 或者執法人員 都在看著 就是將這個範圍 進行縮小 令我這個監察 可以更加緊密 和方便進行 另外就是 也不想這些人士 他在社區那裡 在那裡遊走 我希望市民諒解 第一就是明白 這件事的背後目的 是保障每一位市民 另外就是因為 時間性 和需要的量 是有時候很急 和很快 那為什麼有一些 的處所 包括鎮陽圈 鎮陽村 我們都覺得 這個時候真的沒有辦法 都是要來 做這個用途 最後都 希望市民 盡量諒解 現時背後的原因 希望他們都可以 理解我們 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好 TVB記者先知 我想問問 都有傳媒報導 今天都是 看到一位伯伯 就是 應該是進行一個 強制檢疫的 他可能是因為患有一個 腦退化症 是由藍田 搭狗巴 去到上水 想問一下 是不是有這個 個案 詳情是怎樣 如果遇到這些 接受強制隔離的 這些患者 可能有其他病 可能腦退化 你們會 未來會考慮 怎樣去幫他們 或者是 避免他們 可能不小心 自己走出來 這些情況 還有他們的家人 有沒有責任去協助 去看住 家裡的一些患者 還有巴士上面 都可能有些密切接觸者 會不會去追蹤 第二 都想問一下 那個假陰性的問題 如果出現了這個案子之後 會不會 其實考慮 要不要做兩次 做到多一次快速測試 去確保萬無一失 最後都想問一下 鑽石公主號上面 其實現在有再多一些 新增的確診患者 有說是 都多了幾十宗 有八十八人 確診當中有沒有香港的患者 麻煩你 張醫生 關於假陰性那裡 因為我們都 跟醫管局的同事 都有談過 就是一早開始監察的時候 都有談過 什麼情況的病人 就是可以放出院 什麼情況的病人 可能就要看一看 那主要都是說 如果那個病人是 那些病情全部痊癒 或者沒有消癒 他那些咳了 其他的都痊癒 他測了陰性的話 大家都覺得這個是信得過的 那如果那個病人的病情 或者他的肺片 或者其他情況 是有問題的 即使他是陰性 可能他如果沒有其他事情 可以再解釋的話 那醫管局的同事都會 所以8號開始實施 強制檢疫那個安排 當中如果有一些個案 他有一些很特別的原因 或者不同的原因 以至他未必可以 留在要指定的位置 其實要個別處理 個別去跟進那個原因 和作出相應的安排 所以在這裡 就很難為一概而論 但是我們覺得 就是要有一些特別的個案 是需要更進 和了解更多一些的 那就是鑽石公主號 究竟在這一分鐘 還有多少新的個案 有多少香港人 我現在沒有一個 最新的數字在手上 但是我想說的 都是說 原則就是 如果在那裡 當地已經測試了 是陽性的 他是有那個感染的 他一定就在當地就醫了 就不可以回到香港 就知道了 好 另一 香港人的鄭徐碧 有幾個問題 首先想問回剛剛說的 加強的計劃 想問清楚 是不是一定要有發燒 這個情況出現 才會符合那個計劃 你們要求發燒的度數在哪裡 剛剛說的那個市民 是會自己回家去採集樣本 如果那個市民 可能不太懂得採集樣本 那他可能採集錯了 那得出來的結果是negative 那其實會不會是 可能就會看漏了這些人 令到他可能以為自己沒事 就繼續去社區生活 怎樣可以確保 他們真的拿對了樣本呢 還有想問一下衛生署那邊 那個市劑其實是有幾多 暫時的存貨 那是不是如果一個星期 超過五、六千 就可能未必夠用呢 那第二個問題想問一下外用那裡 那剛才就是說他 首先想問一下 是不是第一次在香港 是驗到有人 是由陰性轉為陽性這個情況 那還有剛才說 就是不同時間驗 就可能是會得出不同結果 那是不是代表其實可能 之前衛生署或者醫工局 做過一些測試 那些人是驗不到陰性 都未必代表他真的沒有患病這樣呢 那會不會有需要是要 就是之前驗過的都要再驗多次去確保呢 那最後想問一下關於 抗制檢疫那方面 其實昨天政府都公佈了 就是有四個人是企圖離開香港 那我想問一下 可不可以公佈多其他的一些 維例的情況 就是例如有幾多人在抗制檢疫底下 是有犯過市規系有警告 有幾多人是在犯要帶手環 有幾多人是三犯而要去檢疫中心 那其實政府現在覺得這個政策 是不是真的做到本身上做的成效呢 如果有這麼多人是有違規的話 那還有昨天又說到 如果檢疫中心飽和 其實就可能是會考慮 是頭十天就是檢疫中心 之後四天就家居隔離 那其實怎樣才算是飽和的程度 是要多少呢 還有如果強制檢疫都這麼多人違規的話 那為什麼還要再推出措施 是令到一些需要在檢疫中心的人 是可以離開那裏呢 謝謝 請一下劉醫生 OK 剛才那個問題就是 我們會選擇什麼病人來做呢 其實我們現在暫時有兩種的病人 我們會選擇來做這個 新型冠狀病毒的測試 第一種就是他有發燒 以及有上呼吸度的病徵的病人 而第二種就是有肺炎病徵的病人 而我們選擇病人的時候 第一我們都是選擇18歲以上 那為什麼選擇18歲以上呢 就是我們希望他能夠明白整個收集的過程 怎樣做 好了 那怎樣教他怎樣做呢 剛才我說的時候 可能聽完我說都覺得 都很亂 都不知道說什麼 其實我們就已經拍了一條短片 是的 就是會給病人看著來要怎樣做 衣足 點片包括怎樣呢 就是怎樣收集 怎樣去包裝那個樣本 怎樣安全地包好它 以及怎樣清潔 因為做完之後都要做清潔的 這些就是全部我們發了一條點片 就希望給我們的病人跟足來做 這樣就希望收集到適當的樣本 做一個好的化驗 有一個好的結果出來 張醫生 關於試劑那裏 我知道我們的化驗所是可以 就是有足夠一個星期 比如五千是可以化驗到的 而他們是用一些試劑原料 就是他會一直有購買這類的東西 來確保可以面對的需求 那當然剛才劉醫生都說過 都要看一下第一個星期做成怎樣 然後再看一下情況 那據我記得應該是第一次有病人 是陰性絕陽性 不過我當然也要回去再檢查清楚 那這個如果那個病人 剛才講過如果他是一個懷疑個案 而他的病病康復了 他驗到陰性 那當然就不需要再驗多次了 但是如果他是本身的病都繼續差 又沒有其他原因可以解釋的話 那臨床醫生都會再驗 那就算如果你再驗多一次都可能陰性的話 可能他都會看看有沒有其他原因 可能是其他的原因引致他的病 那說回那個2月8日生效的強制檢疫制度 那直到2月18日上為止 因為其中一個在這個新的條例下面 那位人士就不可以離境 那也都真的發現到 有六位受這個強制檢疫的人士 他們企圖離開香港 那入境事務處也都成功在口岸 將他們接獲 那衛生署也都立刻就將他們送去檢疫 就和聯同警方就做一些的調查 調查之後呢 就在其中的六位裡面有兩個 就已經向法庭就申請傳票了 那另外其他都還在調查著 那我想說回頭就是 剛才我講了所有一些同工的衛生有關 或者對整個人口有關的很多的制度 都是要以風險為本 和分開不同的風險的人 就做不同的方法 因為人數是非常多 那所以這些在這個法例下 我們想處理那些的人士 他一定不是那些最高風險的那些 就是那些懷疑個案 或者接觸過緊密接觸者那些 或者他去過哪裏 特別高風險的地方 這個我希望再解釋清楚 就是相對和那些 大家已知一些很高風險的人士 是不同的 那個風險是相對低的 所以人數也會多 也都所以我們不會 或者相對用一些 不是很嚴謹的方法去監管 如果不是呢 就做不到那麼多個案的 但是與此同時呢 那個罰則是很鮮明 和是都重的 這個例子呢 他那個罰則是二萬五千元 和監禁六個月 和不可以離境 那所以我相信那個呢 平衡回到 當我們抓到一些 這樣的個案 他想違規的時候呢 那個懲罰是要鮮明和明顯 那當然 如果這些整體的背景 都是他們不是那些 高風險的人士呢 我相信 市民應該會相對地放心 我們當然會盡量和那些 他不太守規矩 離開了家 也都有一些的制度 有一些人呢 就是去突擊檢查他 或者知道他那些 透過手機知道他的位置 有沒有遊走了 還有各別個案 都會問清楚 為什麼他會不留在那裡呢 是不是有些可以解釋的原因 是不是有些可以改善的原因呢 當然不會我們盡量合作 好 最後兩條 請後面 各位朋友 I'm from ABS-CBN News Hi Dr. Chuang I'm from ABS-CBN News I have a few questions for you about the domestic worker firstly you said she hung out with her friends so I wanna know how many are you trying to trace then what are the total numbers of domestic workers in quarantine because there have been confirmed cases and many of them are employers so it actually exposes them to the risks right? and what are your protocols for foreign nationals right now do you allow visits because it took quite a while before the consulate could confirm or verify information today that a foreign domestic worker was admitted to the hospital because of the coronavirus and just wondering if you have any in your special stepped-up measures if you've discussed anything with a Labor Department because they already told the workers to stay at home but in this case the worker got her got infected by her employer so and also the quarantine measures the test samples if they have any say time prescription or something because we know that their job is their job their conditions are quite unique thank you I'm not sure I can answer all your questions so I understand and the helper had went out to City Hall outdoor area met around 10 friends and stay there in the outdoor area with everyone wearing masks for around one hour they did not have meal together but we are trying to contacting all her friends to check yeah I'm not sure about your second question the total number of domestic workers in quarantine right now how many are they um we need to check I think around two or three but I'm not sure whether they have been released because the consulate said that there were seven Filipino domestic workers but three have been released so for our quarantine we need to counter-check this number I don't have to write accurate number at hand yes for the foreign what are your protocols for foreign nationals because they're not permanent residents so do you allow visits or something you mean in the I mean given that she's a foreign national not a permanent resident so what are the protocols do you allow hospital visits maybe for officials who want to see her check her check on her so I don't understand as far as I understand for quarantine centers in principle visitors are not allowed unless there are some exceptional condition which also require permit from the health authorities so for individual cases I think we have to to address differently 好 最後一條 各位 你好 有線的 我想問一下外傭的案件 首先第五十二個案件通常住在康景花園那裡 但當中也有九天跟兒子一起住在香海大廈 其實這段期間外傭是住在哪裡呢 到底是跟兒子的家還是其他家人的家 還是只是住在康景花園 另外鑽石公主號那裡 其實今早也有何國南醫生也說 其實鑽石公主號也肯定是疫區 估計那三百個回到香港的人士裡面 最差都有一百個人是會有機會確診的 但這一班人可能之後都會去火炭進陽村那邊 其實擔不擔心如果真的去到最差的情況 有那麼多人確診都會引來那邊的居民恐慌呢 或者其實政府有沒有什麼對應的措施 如果真的有一大部分的人 一定數量的人去確診的時候 麻煩你 外傭就在康景花園D座住的 據我所知的五十二個案件 它就是星期一至五就住在康景花園D座 星期六日就和兒子住在香海大廈 好 關於鑽石公主號會回來的香港人 其實我想是沒有人可以很準確的 預測多少會成為一個確診個案 但我想再強調他們可以上機 發列之前有兩個關卡 第一一個就是日本當局安排的測試 一定有陰性 第二就是他們上機之前 一定有一個健康檢查 包括量體溫和民室所有的象徵 如果那些情況 是驗到它有發燒或者符合的健康檢查 也是不可以上機的 所以就是說上機的那批人 它已經有某種的程度 是令到它起碼上機的時候 風險就減到最低 那當然第二個就是 他們入住了健康檢查中心的時候 我們都多次解釋 健康檢查中心的安排 是出和入都是有專車接送 是他們不會自己走去 或坐公共交通出和入健康檢查中心 也都它有每個房間的設計 也都有24小時的保安和執法人員在那裡 他們不可以離開營地 還有也都有每天有醫療的 醫學的監察去看他們的體溫和象徵 一有任何的發現 立刻又會有專車送去醫院 所以我相信這個也是非常好的安全的措施 希望市民明白 好 記者會結束 多謝各位 謝謝 我想發燒其實很多 現在我們都用37.5度 但是除了發燒 之前我剛才說 其實發燒我們現在是用上呼吸道的病徵 或者是有肺炎的病徵 我們就會幫它做一個測試 其實每個病人 我們現在的做法就是 在我們的普通科門診和急症室 是會有這些測試 而病人其實是用回他們現在 一來用的方法 去哪裡看醫生 就去那裡看 只不過我們加了一個測試 在這些地方 目的就是 剛才阿水醫生也說 希望早點找到那些病人 早點隔離和早點治療 好 謝謝 謝謝 好